鏡頭廠大力光8號法術會公布財報 第三季營收147.87億元 既增16.89% 卻年間19.9% 其中毛利率下跌到65.68% 是6季以來的新低點 主要原因在這裡 今年的9月15號之後 我們的旗艦芯片都無法失散了 大家都知道的情況 但我們包括我們這些高端的 AI處理能力很強大的 AI計算能力的晶片 都無法製造了 華為沒了晶片 無法生產手機 大力光也受到衝擊 因為華為是大力光的第二大客戶 營收占比約15%到20% 沒有客戶能填補空缺 加上匯損壓力 讓股價下探 一度下滑到3240元 以年初的5210元來看 跌幅超過35% 如今想靠蘋果 要達到預期的話 那大力光第四季 要翻盤不太容易 回升幅度有限 就連六大外資都調整了大力光的目標價 反觀同為平蓋股的台積電 卻是不斷被調高 台積電先進製程 領先全球 面對外在各種壓力 不管華為禁令 還是疫情依然穩定成長 九月營收來到一千兩百七十五點八五億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九 創下單月歷史新高紀錄 但股價九月十七號除息以來 還沒完成天息 成為計配息後最長的一次 專家分析以往外資壓保台灣金元廠 百分之九十都放在台積電 如今聯電也崛起 分散購買力道 間接影響了天息時間 參選許之雄方向太不高